哎呀 街坊邻居们 咋还不回家呀 干啥呢 看你呢呗 大家能看着你吗 闹 我有啥好看的 我不就是颜值稍微高了那么一点吗 我跟你们说 街坊邻居们 赶紧回家 刚才啊 气象台打电话给咱们小区了 说一会儿可能要下大冰雹 今天这个冰雹很大 是大个的冰雹 明白不 四儿啊 让你干啥 赶紧回家收拾收拾东西 好 快去 这大冰雹啊 可不是一般的冰雹 我呢 赶紧打电话让车主 把他的车呀 停到地下停车库去 你万一把车砸坏了 砸整 大部分我都联系上来 可有那么个三五辆车 你看这辆车 还有那边的几辆车 这车主联系不上 我就把这物业呀 平时没用的这些被子 我拿出来 给人家把车铺上 这样的话不是能够减少一些车主的损失吗 你们说是不是 你这句话说得有秀啊 你啊 有不有秀 我知道我就是 结婚邻居们别说 藏在心里就行了 正能量 我知道我正 没办法 就是这么正 哎呀 这给他铺上啊 这万一要砸坏了 砸整 大姑父 大姑父 干啥呢 我把这背啊给他铺上 听说要下冰雹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孩子 你下冰雹你高兴啥呀 大姑父 咋子的 把脑袋砸坏了 哎妈呀 你不知道 我同学在咱们小区门口开了一个修理厂 这冰雹一下 一砸车 不全是坑吗 板筋喷漆 见坑就平 你说得挣多少钱 这孩子 人家挣钱你跟着高兴啥 大姑父 干啥呀 我同学说 我给他介绍一台车 给我提成六百 有关系没 有关系没 这 这什么想法啊 这是 你这不是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吗 人家车主车砸了 人家不难受吗 没事 他们不都有保险吗 保险公司不就赔本了 这孩子 你说你想什么呢 就你这想法 让小米热知道了 还能喜欢你吗 不能 对呀 哎 大姑父 这事我要不干的话 小米热就能喜欢我了呗 也不能 那我到底干还是不干的啊 当然不能干 切儿啊 人得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 不能什么事都做 明白不 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其实 我跟你讲 切儿 其实你这孩子 挺好的 大姑父也从小看着你长大的 你看你这孩子其实本质啊 是好孩子 其实你挺善良的 对吧 你有爱心 是不是 我能像你一样优秀吗 你看 你说你优秀 你人都跟着飘起来 怎么不能优秀呢 街坊邻居们 王尔茜能不能成为一个好孩子 你看看 街坊邻居怎么说你的 大姑父 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人夸过我 我爹都没夸过我 我跟你们说啊 街坊邻居 其实这孩子挺不容易 从小啊 就跟他爷爷一起长大 加上他爷爷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 是吧 你看他爸呀 在外边做买卖 常年不回来 缺少爱 行了 孩子 别哭了 大姑父也有责任 平时对你关心 爱护的不够 你放心吧 大姑父以后好好关心你 爱护你 好不 大姑父 哎 你太让我感动了 以后 我能怪你叫大姑父爹不 这孩子 你这啥词啊 把大姑父去了 叫爹呀 你这叫爹也不合适 不用叫爹 就叫大姑父 大姑父虽然不是你的爹 大姑父好好关心你 爱护你 大姑父要生死你的亲爹 你太好了 好了 好了 乖孩子 不哭不哭了 来来来 这 大姑父先交给你一个 艰巨的任务 哎 你再来看着点 好不好 别让人动这些被子 啊 你看那边啊 还有那么几辆车 大姑父给他扑上去 啊 妥妥必须就放心吧 好 走吧 好 大姑父 哎 一路走好 这孩子不会说话 不用说一路走好 弄得我更快要回不来了似的 对不起啊 一路好走 这孩子 我要是他爹 我也不愿意回来 看车 好好看车 我去 我去 哈哈哈哈 高兴不 啊 马上下冰雹了 高兴不 哈哈 听说今天的冰雹 个儿很大的啊 哎 你说有没有像我这么大个冰雹啊 对 下你真大个的 砸你 咱我开始玩 在砸车 谁干的 谁这么是书越德 啊 谁先干这 死人不利己的事 你把费蒙成了 冰雹来 咋砸成 呆 撒开 给我撒开 过来 过来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 啥钱都挣啊 你不能把快乐 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 你知道不 你咋想的啊 这活是你介绍的啊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你有个同学 开修飞厂 然后咋完了以后 提车六百 我二百 你四百 那是过去的我了 现在 我变成一个好孩子了 我都能改 你为什么不能改呢 阿勤子 不是我说你啊 你在我心里边 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懂事的孩子 是一个有道德的孩子 你干什么孩子 孩子呢 我比你大十来岁 你说的是吗 这事不干了是吗 不干了 钱不挣了呗 不挣了 行 没关系 我大不了我损成二百 你是四百样 钱啊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你想一想 小米那是不过两天就过省日了 如果没有这个钱 你拿什么给她过省日 如果没有这个钱 你拿什么给你心爱的女人 让她高兴呢 你要这么说的话 走呗 你走 你走 你这样你想 你这样 什么 你拿四百不周 你拿一张二百的周 对对对 我周我周 外事俱备 就等可爱的冰雹来了 来吧 来吧 来吧宝贝 你怎么周的 不是 我说我不周 你非让我周吗 你说周完以后 比刚才干的还眼神呢 你周 你周 拿四百的 干活就不如拿二百的 还得我去 就等你还得冰雹来了 来吧 来吧 来吧宝贝 他咋个动态 是啊 刚才不是这个造型啊 咱来一起收 一起收 行吗 一 二 来吧宝贝 干啥呢 大夫 干啥呢 这宝贝宝贝的 干啥呢 大夫 你跟我没关系 他 你找他 你 挑了啥宝贝呢 大姐 我 我太需要这个被了 怎么的 我有病啊 我冷 我需要干着他 我暖和暖个身子 怎么的 你感冒了 是吗 大姐 你先配上一会儿 好不好 行 等会儿啊 我接个电话去啊 这还有一条呢 怎么样 这只伤 长工的把被子 拼到我身上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下手 咱们商量一下 关于分钱这事呢 我觉得思路不太合适 应该五五分成 三百我三百 凭啥呀 不凭啥 好 看琴啊 怎么在真病了呀 哎呀妈呀 你这咋这一头汗呢 这是冷汗嘛 是吗 你这样是 来来来 不行啊 我带你到医院去一趟吧 好不 不用他姐夫 我这个病啊 就 就只能盖被了 是吗 大姐我这么的啊 你看那边车上吧 还有几床被 你就都把它给我拿过来 不是 不是 那么多被你盖上 你受得了吗 再说了 那被要给你的话 那万一要下冰雹的话 车不就给砸了吗 大姐夫 救人要紧 还是救车要紧呢 救人要紧 那么的 那被也不让你白呢 一床被我给你五十 你看那有几条 大概有二三百呢 不是 大琴啊 这被子可值不了五十块钱 我认 还有我的吗 你认呢 你一会你可不许退钱 谁退呢 不退 你要退你咋整啊 谁谁谁孙子 结婚领军们都听见没 一伙他要是退钱的话 他是啥 孙子 孙子 行了 那我给你拿背奖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一人三百呀 大伙子 这样子 我觉得基于这种情况呢 咱得倒四六了 我拿四百你拿二百 凭啥呀凭啥呀 凭啥 沈阳这两肠杀温度你不知道啊 他披成这样 你说 凭啥 那个 大琴哥 你现在啥感觉 啥感觉 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个错道筋 喘透了 你辛苦了 大琴哥 大琴你现在啥感觉啊 我冷 我的妈还冷啊 来来来来 把把枪 来给他披着 没事没事 咱们最有的是 哎呀我说冷 不行 来来 黑着黑着 黑着黑着 哎 哎 大琴这咋还坐地下了呢 啊 来 好了来 冷不要紧 咱有背 是吧 嗯 那个钱 你给我吧 有几条啊 一共是五条背 一条五十 总共是二百五十块钱 二百五多难挺啊 啊 不行咱得砍砍架 你还砍 这么点大姐 我三百不用找 大琴哥 大琴这么多年了 没这么大方过啊 那行了 大琴啊 那要没啥事的话 那那你就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在这等 你等啥呀 等冰雹 哦 那个大琴啊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 刚才我不是接了个电话吗 啊 气象局给咱们小区打的电话 说这回呀 这冰雹搞不好挺大的 有危害性 人家气象局决定放炮 这一放炮 云层打散了 冰雹就不来了 排不行啊 呸都买了